False 這樣子 第三個三的 你看 毫無提示 有沒有 全部刪光光了 最後面的話再跑一下 OK了 有沒有 所以我只是增加什麼 第一個 如何刪除工作表 就是一個 你給他一個index 然後刪除 第二個 如何關掉討厭的提示 就是Application Displace alone 其實很好記 這個Application 指的就是Excel本身 Excel本身 如果你不知道知道 我前面好像講過 按F1 它就會跳出什麼 跳出相關的說明 Application指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那個物件 它就是一個物件的觀念 裡面有一個屬性 就是要不要提示的這個部分 OK 那把它抵立著掉 最後產生 接下來這個是第一步驟 你按F1 不過第一次會比較慢一些些 裡面相關說明 我想各位看一下 它有點像個字典 但是是一個 沒有編好的字典 就是 編的不是很好的 因為它 裡面好像感覺就是用 翻譯 直接就翻過來的 所以很多語法沒有 但至少 比你手邊完全沒參考來的好很多啦 至少聊勝於無 裡面的話他就會跟你講說 參考那裡面相關物件 你可以去找到什麼 程式語言參考 裡面有什麼 有物件 有沒有 物件 自己去找一下Application 這裡好像他們有提到Application 是不是放在其他的 類別 稍微再找一下 應該還是找得到 OK 類似這個地方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刪除 刪除之後 那接下來我要做一個清單 有沒有 類似像那個 表單 下拉 可以讓User去選 你要哪一種 你是要針對什麼 針對的是 業務呢 產品別 還是這幾個 有四個讓你選 你選完之後 那我就給你你要的 結果放在下面 快速幫你篩選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接下來就怎麼樣 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要快速篩選 那 有沒有什麼方式 因為我變成說我每一個 我都要在寫一段程式嘛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不用重寫 其實就要去看到什麼 他這裡面有沒有重複的地方 比如說 我原來是A欄 我要把它變成B欄 都不改 有沒有方法 可以做到這一點 那你們可以看 有個共通性在哪裡 這邊 A A 有沒有 然後再來什麼 其他的話 好像都一樣 就是 有沒有 如果這個A改B 有沒有 那不就 改成 產品別 A改C 那就不就 還有這個 所以其實有 1 2 3 如果說我今天 這個數字 跟這個 裡面可以講 用我上個禮拜講的 就是 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參數過來 那不就可以 我想找 A就傳 A 去查第3欄 B就傳第4欄 C就傳第5欄 那這樣不就可以很快的幫我 查到我要的結果了嗎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上面我們舊的資料 先刪掉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就沒幾行 總共有4行乘4 試試看 就沒幾行 好